前台唯一公園私建築 NASA鋼鼓科技 就電視管理 世界首選 極致尊榮 回家就是度假 抬走 放下 抬走 放下 抬走 抬走 好好的豪宅 買了不入住 就想要勾架 轉賣 賺財富 眼看客戶就要上門 誰知厄運突襲 樓上鄰居從天而降 降出一場搶錢大戰 誰都扣在金庫 這是美國最新的太空科技所 眼睛對眼睛 反情派派的 賣賣 芊菜啦 伸出你的舌頭 拉下去 你心不得拉過死了 邪剧泰斗廖俊化身阿飄 纏上柯宇倫小巴一家人 眼看兩個兒子 為遺產爭吵不休 悲喜交加 過年賀碎片 喜從天降 內容 笑料百出 我以為會倒閉 阿咪啊 要搞什麼 阿咪啊 哈哈哈哈 忙著賣不掉 我們家就完蛋了啦 現在沒好東西 都沒在炒味 你還要等到 就閉嘴閉嘴 啊 結合搞笑 動作和實事 喜從天降 挑戰過年檔期 這也是導演 比中的第一次 我在拍青年級的1號的時候 第五片 它這個動作喜劇 但其實還是偏動作黑色元素多一點 那拍完之後我就有個遺憾 就是想說 其實我還蠻 我這個人還蠻喜歡逗大家開心的 然後 當烈姐拿了這樣子一個劇本來找我 然後我就很高興 因為 我那時候拍完就覺得有點 好像喜劇的部分沒有玩得很夠 篇幅不夠 然後就太好 這部片整個是那個喜劇 那我們就可以來 好好的做一次 台式的喜劇 我們總共有四百多個 特別好笑的鏡頭 叫做特效鏡頭 所以這是一個特效片 特別好笑的片 對 中文宇 轉訪鏡頭前 展現好默契 可宇倫 小八 首度演夫妻 沒想到六郡 竟然空降自家陽台 讓豪宅滯銷 為了保證 要從天而降的效果 二度中風付出的廖具 表現超勇健 釣鋼絲高難度動作 通通親自上陣 雕大哥就覺得說 這樣不像的導演 那結果他就說 他要上去釣 然後 而且那時候他們還說 我們不要把 因為他還倒釣 你看他是整個頭往下 你只是會腦充血 就是像你被釣起來考問一樣 你會腦充血 年紀很大 只是我超害怕 導演說那個高度 高度不夠要再低一點 那他們就 他們就看著我說 你可以嗎 我是說那也不能 不能不做啊 也沒選擇 就本來兩層墊子 撤掉一層 然後放 一放放一下 放太巧了 就是剛好差兩公分撞到 但是脖子還是去 拍到了那個墊子 痛了一個禮拜吧 不止掉薇婭 還要把鬼的角色 詮釋的微妙微笑 對戲的小巴形容 這真的是 從引來最大挑戰 他明明就是一個真實的存在 可是我要假裝沒聽到 可是他明明說說 就是他那個 就等於那一拍在嘛 他就講出了那一個話 可是你要沒聽到 我很難耶 因為我很容易被嚇到 跟很容易有反應 而且廖吧 他很煩耶 他沒有一次演一樣的啊 所以他的每一次都會 他都會給你驚喜 除了新台式喜劇 賀碎片少不了 刺激 槍戰加持 是不是要想一個東西 一千萬美金耶 我總有一種預感 那個差力啊 這100K絕對有什麼關係 爆破 槍擊 打鬥 一樣都沒手 兩個逃禮組織的殺手 碰上最美通氣飯 一段刺激的冒險旅程 驚險又不忘搞笑元素 趁現在 準備趁 好 我靠幫你 跑 飯店裡面在我耳朵 直接爆掉 然後另外一場其實是 我是十元街開著車 然後那個 他就整個玻璃都被 開箱打碎 我們在那個裡面 那是太恐怖了 就是啪啪啪啪啪 天啊 我真的 真的要熔掉那種 他身上因為有 有那個爆破 他要救我 然後他要種蛋 所以他身上有爆破 所以他過來的時候 我其實還滿害怕的 就是總是說拜託不要靠近我 安心亞 世元界 納豆 領銜主演 還有每年賀歲片 少不了的國民媽媽 林美秀 不過這一回 林美秀不演媽媽 演的是帥氣殺手 不不不不 她是這版本 我要給你 你 不不不 爸爸要去 不不 不 我去 就算演大姐頭 林美秀依舊不改搞笑本性 從洗衝天降 到殺手撿到槍 都看得到她的 精彩演出 三部國片搶攻賀歲檔期 還有一部是 你的情歌 劉老師 你為什麼會來花蓮 你在這裡很安全 你有心配偶 不缺配偶 她就是那種 看到紅燈會停下來 看到綠燈才會往前 走到台北 同樣是女神對決 柯佳彥領銜主演 描述一段難分難捨 讓人難以抉擇的 三角戀情 主題曲還找來Tank 作曲演唱 首播就創下 9萬人觀看的驚人記錄 催淚的歌詞 逼哭許多聽眾 還被封為洗腦神曲 配上動人故事 堪稱春節搶擋愛情電影 今年賀歲片 女神對決 爆笑片 動作片 愛情片 多種選擇 要陪大家過年不孤單